大家好,今天是美气时间8月23日,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争锋相对的中美贸易战在线小高潮,但这次先出手的是习近平 中国23日晚宣布对美汽车零件及7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推文宣布提高现行和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以作为报复 北京官媒曾承认,对关税战已经失去痛感而无所谓 但只可惜,美国刚痛了不到一天就立即还手,结果现在又该轮到北京以牙还牙了 据法新社报道,在一连串署名推文中,川普抨击不公平贸易关系 指中共不应出于政治动机对美国750亿美元商品新加征关税 他宣布,将针对2500亿美元中国销美商品提高关税税率 将从10月1日起由现行的25%提升至30% 他还指出,原定于9月1日起对3000亿美元中国销美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 将由10%提高至15% 之前,中国23日晚宣布的对美加征关税 但是中国去年已对自美国进口11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 占美国进口商品的70% 这次750亿美元商品并不是新增项目 而是对已科征产品再次加税 中央社的分析认为 北京此举可能视为针对美方的反制做法 首先,中国公布此举的时点选在美股开盘前 可能使美股受到冲击 由于川普高度重视美股表现 此举也将对其决策产生压力 其次,美国汽车业去年表现不佳 此次中方恢复加征关税将使美国汽车在中国销售受到影响 美汽车厂商也可能向政府及国会表达不满 再者,被科征关税商品早已在去年就加征 此次再次加征关税将使进口价格上升 使其在大陆销量势必受到冲击 导致美国农业及矿业州选民不满 在中国正式宣布加征关税消息之前 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通过推特透露风声说 中国有弹药可以反击 美方将感受到痛苦 就在本周 21日川普还宣称自己是对付中国的上天注定人选 说他正在打赢这场贸易战 在23日中国宣布加税后 川普立即通过一连串炮火猛烈的推特表示 他将立即回应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决定 并要求美国企业改变生产策略 立即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 比如将你们的公司迁回国 在美国制造你们的产品 这位认为是川普自贸易战开战以来 对中国做出的最为强硬的回应 看来中国这次增加关税的行动 多多少少出乎了川普的意料 而对美方接踵而来的回击 中方是否要以牙还牙 考验习近平的时候到了 随着贸易战再次升级 美国总统川普给予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个新的称呼敌人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周五在Jackson后 银行加年会发言并未承诺再检析 川普随机在推特写道 我只有一个问题 谁是我们更大的敌人 鲍威尔还是习主席 走眼看 川普只是重复对鲍威尔的批评 但把习近平称为敌人 与鲍威尔相提并论 这是第一次 川普曾多次称习近平为朋友 好人 只两人有巩固的关系 CNBC8月23日报道称 川普刚发布的推文中 用到了一个新标签 敌人 虽然乍一看 该推文并非对中国领导人的抨击 而是对川普自己任命的美联储官员的批评 但对于贸易谈判依然是一个不好的迹象 报道分析称 即使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川普也会确保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称为他的朋友 看来川普失言了 因港府迟迟不回应香港民众的五大诉求 随着开学将至 香港反送中抗争 恐升级为大规模罢课运动 据香港媒体报道 香港十所大学学生会已经宣布 9月2日起将展开为期两周的 罢课不罢学行动 若特区政府 9月13日晚上8点前 仍没有回应五大诉求 将考虑升级抗争行动 包括无限期延长罢课及发起三罢行动 香港新岛日报报道 香港大学代理学生会主席黄成峰 要求香港政府正面回应撤回逃犯条例修订 撤销抗争的暴动定性 撤销对抗争者控罪 追求警察滥捕滥权 以及落实双普选等五大诉求 并以9月13日晚上8时被最后期限 否则不排除将行动升级 包括无限期延长罢课发起三罢行动 黄成峰称 五大诉求是港人原则性的要求 没有退让的空间 且暂无意参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提出构建的对话平台 青年学子一直是香港这几年的 抗争活动的主体 将参与此次罢课行动的十所大学为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庆会大学 香港岭南大学 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数人大学 以及恒生管理学院 随着香港局势的不断动荡 对于香港是否能度过北京镇压的危机 美国之音看文进行了分析 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 资深研究员道格班多 在国家利益网站的文章里指出 尽管许多人认为 中国不会想要再发生一次天安门镇压 因为这对北京的名声将带来极大的伤害 但必须指出的是 中国共产党也同时在打一场存亡之战 他不能再面对群体抗议时示弱 或给予只占全国一小部分的地方民主自由 中国也不会接受他最重要的一个城市陷入混乱 更何况他一直怀疑美国是这抗争的幕后黑手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 汤马斯·莱特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里指出 如果香港发生暴力镇压 中国及对外暴露级专制政权闷目 中美合作将更加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对习近平来说 一旦跨过那个界线 并因此付出代价后 他甚至可能更愿意在南中国海 及东中国海秀肌肉 如果中国对香港采取高压手段 对台湾也会产生涟漪效益 使台湾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疑虑得到证实 当下对于香港 习近平面临一个关键抉择 一个21世纪版的天安门镇压 将使一场新的冷战无可避免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郑文峰 应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发表错误言论 而被校方停职 同时取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舆论认为这是典型的封闭社会心态 无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与转型 根据媒体的报道 郑文峰副教授今年6月份 教授创新课程时对学生们说 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 都2019年了 别总聚翻老祖宗编出来的优越感 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 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 郑文峰的言论 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讨论 也引发了校方的高度警觉 电子科技大学施德建设委员会 7月16日做出决定 认为郑文峰的言论错误地引发了舆情 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郑文峰做出了上述处罚 校方的处罚同样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舆论认为郑教授的话并没有违背宪法 也没有对国家和中共构成威胁 应该被尊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一军就认为 郑文峰的表述属于言论自由范围 校方不得干涉 他还说这是学术讨论 这套系统没有必要对学术观点进行惩治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董之伟 在微博上发表文章称 这个声明严重侵犯了郑教授的法律权益和自由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指出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实际价值 完全可以通过横向或纵向的比较进行科学考证 更加重要的是 一个政党如果以古代发明为荣 并将其冠以政治属性 就是典型的封闭社会心态 是专制社会的荒诞缩影 更这无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与转型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三人终于在23日首度同框 台湾名嘴上午一夫惊爆 三个人已经谈好了 9月初三人就会宣布 由郭出来选 割接总干事的位置 王则未确定担任哪个位置 上一夫爆料说 郭柯王23日合体是告诉大家 结盟没有破裂 9月初三个人就会宣布了 三个人已经谈好 郭台铭选王是不是搭档或出任主任委员 现在还在做最后确认 柯文哲是接总干事的位置 这三个方面大致都有共识 上一夫在政论节目 新闻面对面透露 基本架构都谈得差不多 英里头有两位姓神 农历7月过后 就是在接近中秋节宣布 值得关注的细节是 当天出席完金门炮战纪念活动 离去前 郭台铭突如其来高喊 捍卫中华民族自由民主的决心 永不改变 写露出参选的决心 这股逐渐成型的第三势力 见纸蓝绿 尤其让国民党陷入空前巡举危机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 删除了大量有中国政府背景的账号 理由是 他们散布了有关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错误信息 谷歌公司也宣布 在谷歌旗下的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关闭了200多个频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中国有网络犯罪的历史 这次事件是北京操弄数据大策略的一部分 中国斥资搞大外宣 为何反而打出了反面形象 美国之音的文商分析 北京针对香港的宣传战显然已失败告终 第一阶段不报道 第二阶段选择性报道 第三阶段大规模抹黑香港民众 的确在国内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煽动起来喊打喊杀的民族主义的狂热 但是在香港和世界上造成相反的效果 踢到了铁板 让YouTube 脸书 推特忍无可忍 脸书和推特删除中国账号 理由是他们是政府主导的行为 中国一次指责他们伤害了 14亿中国人的言论自由 但讽刺的是 脸书和推特都是在中国被禁止的 文章指出 北京的大外宣不是重点 重点是北京利用大外宣的后果 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复兴 而是在舆论背景下实施二次回归 这个策略难以动摇 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 香港如何应对 才是现在应该讨论的重点 才是香港目前面临的真正危局 香港反对派到了调整策略的时候了 文章最后指出 中共如此重金打造的大外宣 为何无法改变中国的形象 反而是负面形象 知名商就在于 这些大外宣都是梦话 只是为了维持中共政权 说了这么多话 只是为了说服自己 回避真正的问题 例如 中共针对香港的三个不要 开头第一个词都是 香港内部矛盾 不要升级等等 这是香港内部矛盾 就是香港内部党争 最好的情况就是在十一之前 林郑可以明白地告诉港民撤回修例 成立独调会 保障抗疫人士的言论自由 百姓自然就回家了 本周澳大利亚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中国军力快速发展 已足够削弱 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优势 一旦冲突发生 几个小时就可能使 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设施 无法使用 对此 美国总统川普说 这不会让他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军力 中国将付出他们不想付的代价 本周在被记者问到 看到这份报告后 是否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时 川普答复说 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晚上睡不着 我们可以彻底摧毁任何东西 我们有全世界最强大的 川普提到 美国正在进行军事改革及国防开支 他说 当两年半前他上任时 美国处于一个非常糟的地位 而现在美国却处于非常强大的地位 国防开支从7000亿 7160亿到7380亿美元 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军事上 达到接近美国的程度 还差得很远 川普继续被问道 难道他对中国军力一点都不担忧吗 川普说 不 因为他们将会付出代价 而那是一个他们不会想要付的代价 就在川普总统当天的讲话后不久 美国政府即正式批准了 售台66架F-16V战机 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其公告上指出 此举将有助于改善接受方的安全 并协助维持地区的政治稳定 军事平衡及经济进程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